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系人或者被押的被告 他们的证词也完全不一样 只有民众党几个人在提他讲 他不知道 当然 各位朋友先跟各位报告进度 现在法官大概看的东西差不多了 今天下午2点会开计押亭 所以现在也不忙 大家好好吃饭听小董讲新闻 那先跟各位讲 彰化升港有一个陈姓姐妹 今年2月过马路被休旅车撞飞 对不对 姐姐今天上午过世了 我们都一直去她祈祷 她住了197天 因为神经中枢衰竭 今天6点多就过世了 那姐姐在秀传医院 妹妹妹妹妹在彰化基督教医院 现在还在拯救中啊 各位他们从事情到现在大家都很关心 到现在197天 姐姐混战了197天啊 那我看到昨天云林 有个飼料场 你看那个吊车掉下来 上个人死一个重伤 我们在台湾其实很多东西都很不安全 不管是开车的 或者是有些事情我们就漫不经心啊 做很多事情常常是这样 那生命当然非常可贵 大家都很清楚嘛 生命的可贵 你一个人的死亡 那对整个家族来讲都是很沉痛的 对不对 那你开车不小心 或者你一个吊车 吊车那个县老旧了五年了 对不对 一掉下来 那不得了 常常就这样 都是那种漫不经心啊 台湾的工程品质是非常差 非常烂的 我自己是非常清楚 而且都不如其完工啊 那很多工人在做什么事情 也是漫不经心啊 反正 你非用我不可 不然你找不到人啊 台湾现在就变成一个这样的社会 你要出众了 年轻人不做啊 我一个朋友 五十几岁 他就带他太太干脆去工地做 每天好几千块 我说干嘛那么辛苦 他说这个钱赚了最多 以前做了半天还不晓得 到工地 我说工地很辛苦啊 我早年也在工地做过啊 小董以前也在工地 读高中的时候 我们就挑那个重单啊 那种一单都 可能都快一百公斤了 那种小伙子年轻力壮 然后 就爬上几楼 就一直爬一直爬 爬了 数十次 甚至上百次 为什么要把 那些水泥的那些 混泥土啊 以前没有那些机器嘛 现在都有了 把混泥土赶快倒进去 赶快 因为这个要做整个屋顶的天花板 一层一层 而且要很赶工 中间不能休息 中间只能喝个水不能休息 因为要不然水泥就凝固了 那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啊 那我的朋友去做啊 他说现在很轻松啊 现在说这些水泥都不吸 我们不必做粗重的 啊做一做 他跟他太太 那我说 哇那你们 你们在那边 都连几一大把做 他说没有 我们工地 这些在做的工人二三十个 我们两个是最年轻的 各位朋友 五十几岁是最年轻的 没有人要做啊 他说其实现在做很轻松啊 因为我有以前的经验 我就问他 他说都很轻松 他说像我太太 他只要那个师父在抹那个墙壁的时候 他只要把 把一点那个 就是用手偷上去 就给师父 给那个抹墙壁的师父 把那个墙壁抹平 他很轻松啊 这都是小事情啊 啊我说你呢 他说我就是 监管所有的那些人 不要让他有一些小舒服 譬如说 那些 就是 在做一些修编的一些事情 哇 我就想说 这个都不算粗重 可是很多人不做啊 这是一个题外话 今天啊 各位朋友 柯文哲这个案子是 重中之重啊 重中之重啊 重中之重 重中之重 重在哪里呢 重在柯文哲讲假话 被高登法院识破 重在哪里呢 重在 放柯文哲出去的那个 朱家义法官 被高登法院打脸了 你怎么会讲柯文哲都不知道啊 全台湾没有人相信柯文哲不知道啊 那这几天 我说你检察官你认真一点嘛 你都找人都找材料嘛 我讲真这样 这种案子我们来办 柯文哲早就压了啦 我老实讲 柯文哲当然 他们现在采取的方式 就说这是政治办案 这是怎么样 没关系 那各位朋友 你在法院喔 很多东西是要讲政绩的 柯文哲知不知道 你问他的彭震生嘛 彭震生说当然知道啊 市长交代我去办啊 市长怎么会不知道 他交代我的啊 而且市长还在被邀我去 要我去问 你们都是 发展委员会 你是主任委员 为什么那些学者专家都在反对 还要我去了解啊 彭震生的证词啊 那反对那些专家后来都被换啊 大家记得曾光中吧 他这几天接受访问了 他说柯文哲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们 我反对我就被换啊 大家记得吧 林卓民 柯文哲的第一任 发展 那个发展局长 因为林卓民跟我是比较熟的 他这两天做到我 这两天访问说 我在陈慧跟柯文哲讲了多次 我还准备 准备书便资料给他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林卓民他也是超级柯文哦 他到底离开柯正 柯正如的时候 他还一直讲柯文哲的好话 他跟柯文哲很大一个不对牌是什么 他不让往远熊开工 把他填工了 因为都市发展局管 监管处啊 他的下属单位是监管处 你知道吗 监管处管你 我要你停工 我觉得有安全之力 以后怎么样怎么样 就停工了 柯文哲那时候接受他 后来柯文哲后来发现 大气炭再不完工 两年之内 再不赶快让他施工 我干八年 两任 我一定会被骂死啊 所以柯文哲到了第七年 一直赶快想要 赶快让远熊赶快施工 赶快可以打棒球嘛 他把他挡了八年了 赶快让他上任半年多就让 对不对 就让 哦 大气炭可以使用 还可以打棒球 去年就打了嘛 大家想想看 讲完是去年12月 前年12月25号就任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柯文哲做事就是 我反正你们觉得都好 我就觉得不好 因为我比你们聪明 你们要搞怎么样 我就来阻挡 他的个性就是有这样的个性 他觉得我比你们高明啊 你们是什么东西啊 那现在大家看到了 所有人 所有包括郝隆斌 马航九时代 都知道金华城这个 因为他们已经争取非常久了 然后所有的官员都知道 市府的立场 不可能 不可能给你八百四的 不可能啊 因为你自己拆的嘛 你这个不符合都更嘛 金华城 从启用到拆除 那颗球啊 十八年 你是自行拆除 你不符合都更条例啊 对不对 你怎么会符合都更条例呢 我们现在市政府 给人家奖励 有都更 有为老 就你这房子 危险又老旧 那 那 都更就是说 你为政府做出的贡献 这贡献 可能你收减了哪些东西 来做公共的 提供哪些主题来做公共 所以政府就给你 那个荣基的奖励 简单讲就是这样 这个过程 其实大家都 都非常清楚 柯文哲假装自己 什么都不懂 然后他们党那些人 就出来讲 哎呀 市长 不知道啊 你委婉尝试耶 你们这些人为了待 在民众党里面当那些官 讲那些话 非常可笑啊 大家看 这两天哦 吴以仙很出名 因为吴以仙跟东森 他那天呛东森记者 九一记者绝嘛 又是你们东森 什么样 那因为东森跟柯文哲有两子 东森电视台跟柯文哲有两子 我等一下会讲 那大家看哦 吴以仙在当记者的时候 他访问柯文哲啊 非常好笑 他访问柯文哲 结果 柯文哲爱你不理 他说你这样 你这样不是有徒利吗 柯文哲爱你不理啊 后来他写 他自己在他的脸书写一篇文章 他说 这个叫改变成真啊 用了好几个叉 叉我们平常是用来做什么作用 我们写文章 碰到一个字不想讲 我们写叉 画零零叉叉对不对 这表示是一个很不雅的字啊 现在被人家拿出来好好笑 他有访问 我以前有访问柯文哲的 然后也有自己写的 他现在完全替柯文哲辩论 那大家可以看到柯文哲 在这个事情里面 他从一路主导 彭震生被他主导 林周明告诉他 你如果照应小微的案子的话 你就徒利耶 柯文哲指导彭震生 我们就想方 你当PM帮他 重点不要让公务人员坐牢 为什么会有这个话 因为先前林周明已经告诉他 你如果照这个会坐牢 所以你要避开会坐牢 会坐牢是怎么样 徒利跟贪污 那你这个徒利的太明显了 因为你既然不是都更的奖励 那你怎么会给他20%呢 所以他这个从里面的过程 2020年是一个关键的年 2020年 就是蔡英文连任的那一年 7月1号 应小微去开协调会 不是去开协调会 市政府派了 谁去呢 邵秀佩 邵秀佩那时候是 都市发展级的总工程师 派他去 那派他去大家就 因为柯文哲 有一些主导的方向 那一天是7月1号 7月3号 沈清京的金华城就提出了 跟市政府提出了 他要求有农机奖励20% 而且他们还要农机转移30% 现在有争议的就是这农机的奖励20% 那 他送上来以后 都市发展级的局长叫黄景茂 因为柯文哲先前指示他 你来当 金华城的PM 所以黄景茂就批了 他就说这个赶快送都委会 让都委会去审 他其实应该欠意见 欠什么意见呢 就是 认为 金华城提这个不合理 不合法也不合理 就是你应该提你的意见 何况金华城在告我们 都市发展级 说我们没有给他那个 你要把这个 都把它欠出来啊 黄景茂既然没有钱还帮他 说赶快送到都委会 都委会的主任委员就是彭震生 柯文哲也指示他 彭震生你要当金华城的PM 我昨天在节目上讲 两个PM 都是柯文哲自己手写的 那你PM就要当人家专案经理 协助人家够的话 彭震生现在被收押了 他本来还在惊 现在被收押了 他说我都是照市长指示啊 他被押那时候出来 媒体根据媒体写啊 他怎么是关我 不是关柯文哲 那这两天 他又被问了 他说我是奉市长指示啊 市长还要我去了解 那些专家学者到底在反对什么 各位 那我们知道整个构成这样下来的话 其实对柯文哲来讲 他其实是非常不利啊 我就一直跟各位朋友讲 北俭不是很认真啊 他们认为说我一个气愤喔 因为北俭办案喜欢怎样 碰到大咖 他的气愤喜欢怎样 虽然南宁现在很多人 比如赵少康 徐小新他们说 北俭怎么样怎么样 都等于说认为北俭很政治办案 我告诉你 北俭办案本来就天经地义 北俭本来就是民进党下属的一个俭 就每天被我骂 良心被果吃的北俭 各位可以替我作证 我已经骂多少年了 我骂的可不是像现在这么好听啊 对不对 我说台北地人署是骂 被我骂到畜生署都不敢吭声啊 大家可以替我作证啊 但是北俭他办案的方式意向是怎么样 就那些检察官 他们知道我要靠政治办案才会称官 而且我一定要政治办案 柯文哲现在也是用政治在对抗 所以你要抓我就是为了政治 所以现在都是政治对政治 好那各位你知道他们 他们的斗法是怎么样 现在北俭他就丢出一些资料 给他相关的 就跟过去搞马航九的情况是一样 所以现在荆州刊他就可以出来了 他有一档便监 客人者说不要让公务人员坐牢啊 to 棚户 to to 棚户 这个是下条子 不是公文啊 市长突然想到什么 下个条子 你去哪个 棚户啊 这个事情 你该办就合计的办啊 但是 不要让公务人员坐牢啊 坐牢就表示是弊案就大了嘛 这个条子也被北俭拿走 然后 靖州刊昨天登出来 各位 这是北俭的手法 他们在表示什么 因为北俭被朱家裔 把柯文哲武保请回 他要 他就赶快拿出一些东西 要制造一个议论的情势 各位懂了吧 这议论情势就告诉你 柯文哲本来就 本来知道啊 你看 柯文哲当然知道图利啊 对不对 不然怎么会有这个条子 柯文哲 我这几天讲大家都听懂 柯文哲不但知道 而且是主导这个案子啊 所以他主导最快乐的人就是沈庆庆啊 柯文哲漏选以后 沈庆庆就请他吃饭啊 不是 请他唱歌啊 对不对 大家都记得这个构成嘛 但是 那关键在哪里 柯文哲说我没有收费啊 没有收费 各位朋友 柯文哲有没有收费 我们不知道 别一件 有没有掌握什么 我也不知道 没有收费 叫做图利 有收好处 有收好处啊 叫做 有收好处啊 各位朋友 这一次因为柯文哲他 监察院 监察院公布三个总统候选人 你所有的收支嘛 柯文哲开始是被 民进党的车衣去检视 他的每一笔科资 开支嘛 你收进来的钱 还有 你开支的这东西 那这些人呢 其实里面有一笔钱 要特别注意啊 各位朋友 有三十几个人啊 他们都监了 九千九百九十九块 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块 各位 那因为你共同监了这个数字 就变得很好笑 因为这些人不懂 他们可以来问我 平常听我节目就知道 一个人监不能超过十万 你可以监十万啊 那监十万的人很多 监九千九百九十九块的人 这些人一定来自同一个集团 各位 我今天讲的消息很重要 这些人一定来自同一个集团 这个集团他的老板啊 就跟他讲 我要监钱给柯文哲 但是我们 个人监钱 只能不能超过十万块 法律上规定 公司不能超过一百万 那你监给他的时候 譬如说很多大老板要监给他 他会叫他手下每一个公司 各监一百万 这个凑起来可能就一千万 一千五百万 对不对 那当事人就领受了 合法 但是就领受 这个是谁谁谁监给我了 譬如说远东集团常常这样 徐系东常常这样 他用这个分散嘛 分散那可能 这家监一百 那家监一百 总共 然后当 嫌疾那个人看到 这个徐系东 徐统市长 他们 这个集团总共监我多少 因为一家公司可以监一百万 个人可以监十万嘛 但是我讲这个 有三十几个人 都监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块 给柯文哲 那这个的背景 各位 以我的判断力来讲 就是有个人 他要将给柯文哲三十几万 至少 至少三十几万 他又不想让人家知道是他监的 为柯文哲漏险 民进党可能会找他报复 没有错 这个考虑是对 民进党绝对会报复 民进党就是一个报复的党 所以他可以到处去吸手跟人家要钱 你不给我钱我就报复 马航九不会 马航九不会 大家都很清楚 国民党执政就这样 蔡平忠的爸爸将给马航九一百万 马航九吓坏了 赶快退房给他 要不然还要开收集给他 你知道吗 赶快退房给他 蔡平忠将给 所以说送给吴淑珍三千万 不敢要收集啊 还拿着现金去给他 表示说 这个钱 送给你啊 各位朋友 为什么要送啊 他不一定对 扁正如有什么需求 可是他怕扁正如 会找事情来报复他 别人都在送钱给我 你不送 我来报复你 我派人去你公司查账 查税 来干扰你 放个消息 你看你看 互邦集团被 对不对 被金管会来查税了 哇 这股票绝对大跌啊 我告诉你 政府可以搞你就是这样啊 所以他赶快送钱啊 扁正如就在干这种事情 很多人不知道啊 小董事很清楚 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讲 夜路走多了 三十几个人每个人 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在哪里 其实你要监就监十万 监十万的人很多嘛 你这个就虚式了 监十万的人至少有几百个啦 那你们这三十几个特别 因为你们不懂啊 所以你们就特别说 我不要超越十万 其实是包括十万嘛 你怎么那么笨呢 啊你去监了九百 九万九千九百九九百块 每个人都这样 表示这些人是一伙的 这些人是一伙的 你知道吗 那他的老板是谁 剪掉啊 听我的话 把这三十几个人的 薪资首得报表拿出来一看 就知道他是同属某一家公司的 这家公司的老板 要送钱给柯文哲 懂不懂 可是他又要 有这个法律的权限 这个 他的过程就这样啊 那 各位知道了吧 这个案子水很深啊 金流很难查 但是终究会 我想和你一起生活 想喝水 好谢谢 董哥要不要先讲一下 今天有什么行程 今天没有行程 好 那我们今天从宋炳龙开始 是谢谢 谢炳龙 炳龙给我们支持 非常感谢 然后道洋 谢道洋 董哥好文 是董哥 董哥 没有错 霓虹叫 经理蔡长春到银行 开蔡长春的账户 林存露露200万 叫蔡长春把全部印则跟密码都交给 郭文成使用 这叫做政治现金啊 各位朋友 郭文成当年的案子 对不对 各位我讲这个 我写这东西 都是信而有的 都是百分之百真实 为什么 因为我都写人名啊 法官我骂嘛 我都骂人名啊 检察官我都只名道姓骂 我如果讲错 我早就被他们告死了 对不对 因为我都 我都只名道姓嘛 那 这篇文章各位朋友可以看一看 他其实就是一个司法很不堪的 故意在放水的 司法是 很政治没有错 可是他的政治是完完全全的亲历 百分之九十几亲历 然后法官检察官 法律协议者还有那些 还有那些律师 他们百分之九十几都挺立 各位 所以台湾的司法 不要期望他 包括黄国昌他们过去 都非常的挺政治 司法要政治 就是这样 谢谢道扬 是董哥好文 看见未来 柯文哲过去跟 跟 跟赖清德两个 有说有笑 柯文哲说我应该去 去赖清德的台南市政府 当公读生 实习 怎麽样怎麽样 肉麻当有气 柯文哲 不用再玩了啦 假装在那边搞东 道扬再次的躲内 董哥好文 地前组周世仪 陈家秀 梁光宗 邓巧玲 曾阳明 刘怡婷 都根据柯文 柯建明的检起诉马英九 那 檢方不仅 洩漏马英九 侦办中的司法机密 公诉检察官 江振毅 各位 江振毅就是公诉检察官 契庭表演 十问马英九 记不记得 江振毅就是现在要 关柯文哲的主任检察官 他已经有检察官升主任检察官了 各位 什麽叫政治 政治就是 司法官 听民进党去搞谁搞谁搞谁 就会升官 那他们 就是民进党的司法 好 欢迎小董真心话 柯文哲今天上午九点半 到台北地方法院 接受法官李正业 那柯文哲当然还是带着他的两个律师 那这两个律师当然 就是前几天让柯文哲交保 所以很多人讲他们很厉害 我不觉得 那厉不厉害 和那个没有关系 其实我们打官司很多人说 哇 律师很厉害 当然律师很重要 那最主要就是 你设的是怎样的案子 你设的案子 如果是铁证如山的东西 律师再厉害也没用 对不对 那柯文哲今天上午 接受李正业法官的审判 那特征组 特征组当然还是江振毅嘛 我们可以看到 江振毅 升主任检察官 就是那时候时问马航九 大家刚刚看到 道阳在留言板上出示 董哥过去写了一篇文章 我讲说李正会表演 号称北检林志玲好会表演 那柯文哲带了郑森炎 郑森炎啊 当然过去特征组的检察官 很有经验 那这个戏怎么打呢 这个戏就要看证据 以现在呈现的证据 我老实讲 柯文哲主导无疑啊 那别检 因为前一阵子他不认真嘛 他认为我把氛围造出来了嘛 柯文哲会被收压嘛 整个社会氛围也这样 结果没想到是五宝请回啊 五宝请回当然是 朱家义法官 他放水的结果 这是一个放水法官 不用讲 这个法官应该是小草 我老实讲 野草 烧不尽啊 春风吹又生你知道吗 那朱家义 我觉得他应该是个 也 因为我们的法官 百分之九十挺民进党 就挺利啊 可是里面掺杂的非常多 柯文哲是潜利 民进党是胜利 各位懂吧 你在把台湾的政治关系 把它弄清楚 不是没有白的啊 柯文哲是潜利 民进党是胜利 赖清德认为说 我的百分之四十选票 过去在蔡英文 蔡英文上次显赢韩国瑜是百分之五十七 韩国瑜哪百分之三十八 我是五十七 怎么会变四十呢 我的十七跑去哪里 被柯文哲抢走 那柯文哲的白 其实是潜利 赖清德的 现在的民进党是胜利了 莫利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这几年抗中抗得已经 已经 已经不成人形了 变成是一个出身党了 就完全没有理性 完全不讲话 不讲道理 就这利就会变成这样啊 那为什么现在会这样 所以 赖清德的角度 我一定要把 把柯文哲打死 这些潜利就会回来我这边 这些潜利 不会回到国民党 各位懂了吧 那柯文哲里面 有没有蓝营的 有 少之又少 非常少啊 他们以为柯文哲是白的 这些人脑袋不清楚 一堆都是我的朋友 很多还是名嘴 名主持人 很多还以前干过立委 怎么样 我看了就好笑 柯文哲 每天行他是白的 是医生是怎么样 他是爱钱如命的 柯文哲是爱钱如命 从多久之前我就在讲了 柯文哲 一个钱打24个节 看到别人的钱 要记为己有 对不对 看到正如的钱 就要想方设法 把他拿来使用 然后又讲自己操守都好 各位朋友 他就是这样啊 他每天告诉小草 他没有钱啊 他手上有现金7000多万 他拿4300万的现金 去买他的商办 他手上没有钱啊 周天静周开写他说 哇 检方查到有1000多万的 怎么样 柯文哲说 有1000万 哪来那个钱 柯文哲现在手上 就不止这个钱啊 所以我前几天我就在节目上讲 我都很怀疑啊 这商办他到底也没有付出4300万 各位 是不是他付出的啊 都很难讲啊 后来董小平去说 没有哦 这个可能是小省哦 当然 钟小平要提出政绩 但是我告诉各位朋友 他里面很多很多东西 叫钱的那个 就是我啦 我今天给柯文哲钱哦 我不一定直接给他现金啊 我可能帮你做很多事情 譬如说你现在要选总统 你今天这个场子 所有的椅子 所有的灯光 所有的舞台 对不对 灯光舞台全部我帮你出 这个要钱的啊 这个不是不要钱的啊 你要去租啊 你要去请人去搭舞台啊 升光怎么样 这个都要钱啊 这个场子大概要多少人场子 十万人 好那大概多少钱 弄一弄 可能要500万了 然后再准备一些旗子 我帮你印大旗子 小旗子 对不对 弄一弄 哦这个人 这可能要200万 所有东西弄一弄 我帮你出这些钱 各位懂了吧 图 哦就是你送给对方好处都算了 为什么性招待也是 性招待也是 你如果没有就现在你要付钱啊 所以这个也是算是贪污的一种 别人给你赞助这个也算贪污的一种 你懂不懂 很多人不晓得以为只有送钱才叫做贪污 不是啊 什么叫做贿险 你今天请一堆人来吃饭 啊这些餐会哦 这一周 一万块 你请了十个人 你等于说贿险每个人两千块 你懂不懂 这是这样算的啊 五天前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黄敬哲 黄敬哲跟我上过几次节目啊 胖胖的小小伙子 他已经被撤销过一次也是费险 这一次又费险 为什么 他爸爸 买了林聪明的 大家知道沙沟鱼头嘉义最有名 连周美青都爱嘛 大家讲周美青都爱林聪明 沙沟鱼头买了42份 他这是可以外带的真空包装啊 送给他的装脚 都被认为这是费险啊 装脚 所谓装脚啊 其实就是我的竞险团队的成员啊 那竞险团队的成员 我送他东西有而不对 法官认为说不对 这样也不行 我们现在延到这种地步啊 其实这是够当啊 如果是我竞险团队的 那我的总干事 我付他十万块薪水 我是会选他吗 你说是啊 因为他也在你的险期 他有投票钱啊 可以这样吗 我竞险团队的人 拿我的东西天经地义啊 因为我要酬谢他们啊 懂不懂各位朋友 所以这个解释已经 现在我们现在的贪污 已经把这个弄成这样 贪污的钱跟会险的钱 他是都用这种方式在计算啊 那今天柯文哲 被人家讲说 周刊写你有一千万的金流 哪来一千万啊 柯文哲手上 民进党中央党部 拿到总统竞险 的补助款 大概将近一一亿两千万啊 他们拿了七千多万给柯文哲 没有一个政党这样做的 柯文哲没有钱 柯文哲每次都用险级来发大财 我老实讲 险级他就跟小草讲 我们不像国民党民党那么有钱啊 我没钱啊 然后小草就拼拼拼 那这个拼了以后 换一个方式就到柯文哲口袋 这天 这个是很丑陋的 我告诉你 你怎么越险级越有钱啊 对不对 在他口袋 党中央给他就七千多万了 各位这是事实啊 你知道李文中 昨天被我骂一顿 我说你北俭在鬼混了 李文中 15号你们就传他给他 给他五保请回 15号你就给他五保请回 你们前天 9月3号 他问题很多 200万交保 大家记得8月15号 8月15号 李文中五保请回 端木正是200万交保 端木正很气啊 我没钱 后来检察官说好 那就100万吧 就给他交保 李文中的妹妹李文坚 是木可挂名的负责人 他是150万交保耶 本来端木正200万 李文坚150万 结果变成李文坚 是最多的 150万交保 李文坚这两天被 他说公司我是挂名 真正负责是我哥哥李文中 所以李文中 昨天才被200万交保 各位朋友这样 那木可公司 汇了一笔钱给柯文哲的户头 柯文哲个人喔 400多万 所以要跟他买肖像钱 好不好笑喔 木可公司承办了柯文哲演唱会 还有一些活动 然后柯文哲总部 就把钱给木可公司 木可公司再把钱 转积给柯文哲的私人账户 我现在讲的这些钱都是私人账户 你懂不懂 包括7000多万柯文哲的私人账户 包括400多万柯文哲的私人账户 这个人每天讲他青年 各位 会这样做吗 没有人这样做的 每天喊穷 然后转一个签子 这个钱就到自己口袋啊 各位我讲这是很不堪 但这是事实啊 他自己也承认啊 怎么可以这样呢 各位 显一次几就这样啊 还得了 我们看这些政治人物 没有像柯文哲这么夸张的 每天讲他青年 他青年在哪里啊 青年在钱都到自己口袋啊 对不对 这种行径除了陈水扁来 一时无两 可以这样讲 那今天 这个法官 这个法官因为 他是一个绿色的法官啊 很多人讲啊柯文哲惨了 碰到绿色 大家刚刚听我在分析 现在赖清德 要把柯文哲 那百分之十七的票 把它抢回来 这些里面 不完全全 因为我刚讲 台湾民众党基本是潜力 他没有白色的 那他打回来可以拿回多少 各位朋友 我讲啊大概十三十四 那其他的可能就蓝赢 蓝赢的非常少啊 那只要拿百分之十 賴清德就破百分之五十 賴清德的选票只有四十 我告诉你 这就是政治的考量 所以我要打柯文哲 把它打到烂 柯文哲的票 有百分之十 他有十 对不对 十七是从我民营党这边少的嘛 所以我把它打回来的话 我只要抢到柯文哲百分之十的选票 我就超过五十 我就赢了 这是賴清德的考量 那国民党会拿到的一些残渣 不构成影响 所以将来的选举永远我在赢 所以柯文哲是我眼中的刺啊 没有错 那柯文哲自己好不好 不好 柯文哲本来 本来就是一个草包 可是他在 他在捞钱的时候 一点都不草包啊 好大家可以看 这些钱都到他口袋 我刚讲啦 那这个是他连自己都要承认的部分 对不对 那他们 现在怎么办 等一下我 你知道吗 董哥记得喝水 我们刚刚念到 道阳 是道阳 道阳 刚出事这边混账 回想 就讲那个周世宜 小董那时候讲 他们怎么泄密 这搞马很久 后来都升了官 周世宜现在在进门干检察长 爽歪歪啊 大家可以看到 原来检察官 对不对 梁光冲天天被我骂梁光啊 大家看 邓巧玲 对不对 曾阳领 这些人哪个不被我讲过 刘怡婷 陈家秀 我讲 那当然 最会表演 就是江振毅 大家可以看到了 可以看看我过去写文章 我不是今天才讲啊 我过去有白纸黑字 好 那杨峰 谢杨峰 炒粉在网路上 要张宇贤吃庆祭啊 张宇贤也是科黑啊 他是新的科黑啊 现在很多人讲科黑 我不承认我是科黑啊 我就是论事 但我骂科文的十几年来 我没有改变过 我讲他的个性跟品格 这个人是毫无品格 我周遭一天陪我 就讲说 欸你们干嘛支持这种 没有品格 国民党再坏也不会这样吧 马航酒再无人再怎么样 也不会这样吧 对不对 我们讲一个实际的情况 我这个人真的是 品格有问题耶 真的就这样 好 三字幕 感谢三字幕给我们 漂亮的图 谢谢杨峰 谢谢杨峰再次抖念 有些 党 连动物 鸟也管不了 没有错 有的党 连植物草也管不了 动物鸟就是 就是青鸟 民进党的 对不对 可以指挥的 附水组织 小草 科文哲可以附水 一个植物一个动物 没有错 谢谢明心见性 感谢 他给我一张好看的图 谢谢 Kalens Neo 谢谢 他从新加坡抖念我 非常感谢 这是Keeper Promise Promise 是 Promise 他会不会是person 变成科 去坐牢 那不晓得 那 吴兆怡 谢谢 吴兆怡 谢谢 然后是 文森旺 谢谢年轻的文森旺 给我支持 张OK 谢谢 给我冰淇淋 感谢 欢迎小董真心话 这是审判柯文哲的法官 各位朋友 你要听小董 内行的在这里 不管是案情或司法 内行的 你听其他那些 每天在稀里糊路的 法官叫李正夜 真正的正 政治标记的正 夜是哪个夜呢 一个火字旁 在一个中华文化的 法 这个练作夜 很多人都练作法 这个人以前是律师 他是一个非常绿色的 非常胜利的一个法官 他自己都承认了 那各位朋友 为什么会讲他自己承认呢 有一次柯文哲告王世坚 你知道柯文哲告王世坚是什么 柯文哲告红山巾 王世坚挺陈水扁 各位不要再间隔不间隔了 王世坚挺陈水扁 那陈水扁没贪忽 那怎么可以去搞反贪忽呢 红山巾嘛 所以他们就一群人就去栽赃 施明德 王世坚讲的故事是怎么样 施明德住在戏子 这戏子 他说这戏子的房子 东地市的陈友豪 贊助给他那个 简直半买半送 简单讲就是 陈友豪送房子给施明德 王世坚的讲法是这样 施明德的家我去过很多次 因为他找我去喝两杯 我都不跟他喝 他就很气 你连金门来的不喝 我说我不能跟你喝 我说诶 Norri啊 你现在是干还在治 我陪你喝 你将来 你将来有怎么样的话 他真的就知道 因为他很率性 那他有一次告王世坚出来 刚好 碰到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那个法官太可恶了 绿色法官了 因为我常被告他就很感慨 当然柯文哲 那个施明德 对施法也是非常说 因为他坐牢坐太久 他都在研究这个 你知道吗 他都在里面研究 溜法前书 他比一般律师还强 他打官司 就自己去打 自己写状子 这很厉害 为什么 又太闲了 我被判死刑 我知道在里面研究 我为什么会死刑 那除了死刑 还有什么无期徒刑 还什么都去研究 所以 你一般考虑是 对不对 你读多少年的书 不如他在监狱里面 都在读法律 政治跟法律 他家也是都是书 包括楼梯 要爬上去 楼梯是一个书架 一层一层 我说 很有创意 我说 你的书都快比我多了 他说 你的书会比我多 这是闲话 但是他跟我讲 他去开王世坚的庭 那个法官很差劲 跟他讲说 你要跟王世坚和解 主席 我知道 施主席你对台湾民主 贡献很大 过去我们都很崇拜你 怎么样 你要跟王世坚和解 他说 我为什么要跟他和解 他诬赖我 我为什么要跟他和解 他你不和解 我今天下午就判你输 王世坚讲 施明德接受 陈优豪的监政 你要拿出政绩 拿不出来 拿不出来 你官司就会输 我们打官司 其实有两种 像这种毁谤官司 一个就是 你举出了 有一个故事 说 陈优豪 赞助 买房子给 施明德 你要讲 你这个就是一个故事 有个过程 那小董被告 一般都不是这样 我被告就是 我口不 口不择言 尖双客 没去骂谁 畜生 骂你垃圾 对不对 我被告大概都是这一类 那 那像我这一类 可以解释的空间比较大 像王世坚 马克 施明德这种 解释空间完全没有 你要挤震啊 你完全要挤震 因为你讲出一个 你认为的事实嘛 你把事实拿出来 给大家看 他拿不出来 所以 那一次 李正越 判施明德 施明德碰到 我就会很生气 就要讲 讲讲 我说没关系 因为这个是第一院嘛 你上气结罪赢 对不对 我说你只要 挤出哪一些东西 那结果 最后 三审定验 都出 只有这一庭 是输 那李正越 跟施明德怎么讲呢 李正越说 我告诉你 我是绿色法官 你不给我 你如果不和解的话 我就判你输了 你知道吗 所以施明德很生气跟我讲 我想 怎么会有这种人 好 那没关系 各位朋友 施明德后来打赢了 王世坚一毛钱都没有赔啊 为什么 因为他脱产了 各位 王世坚脱产了 施明德很气啊 脱产了 没关系 我就等你 结果施明德等不到死了 施明德今年就死了 一夜就死了 但是没关系 他的太太陈家军 可以继续继承这笔债务啊 啊 王世坚怎么那么厉害 偷产 没有错啊 他把财产偷掉 施明德一毛钱都拿不到 施明德有跟我抱怨 这些人太坏了 太巧了 我们以前在民进党啊 我说主席 你们那时候 你们那时候 有些人很坦荡 或者很那个 你不要讲你们那些 我说你们国际搞民党 民党就是个畜生党啊 你不晓得 我说 这是黄信介亲口跟我讲 民党就是弄一些精神啊 我说是啊 各位朋友 施明德告好几个人 每个人都要赔他好几百万 你知道吗 通通脱产了 这是各位朋友 施明德非常气啊 他跟我讲 好几个 现在还都在民进党 或在立营里面 好几个 那时候骂他 用很难听的字眼他都告 他都自己写状子 他每一个官司都赢了 很厉害 他的 这些 这些羞辱他的人 他告的每一个官司都赢 他自己写状子自己出庭 不请律师 很厉害 我非常佩服 佩服他在那个司法上 他的司法比我还 因为他有各种的 那小董 我是都是防卫 我是被告 所以我的东西是比较单纯 那你要去告别人 你要收集的东西 比较多是比较复杂 施明德很厉害 但是这个李正业又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李正业过去被监察院谈何啊 我讲这个绿色法官 因为你要判庭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传信当事人啊 他们当事人不传啊 当事人说我从来没有出过庭 我也没看过法官 怎么就判我这样 那这个到监察院 监察院说这个太混了吧 所以监察院林继阳 还有李富店 李富店老师 他是文化大学教会法律 我也认识他 他是亲民党的 他亲民党 那大家可以看 他们就把他谈何 谈何这个法官就被 简兴奉百分之二十啊 你乱 你这法官乱搞嘛 他被 被纠正被谈何 谈何过了以后 继续干法官啊 我讲他的背景不是说 他的立社会对柯文哲利或不利 我老实讲 最主要是今天呈现出来很多东西 对柯文哲是非常不利的 那我为什么讲说北简很混呢 但是你只要再送上去 各位 我昨天在节目 在我们节目 然后两点在 TUBS大白话 那时候 因为昨天下午 高宴才有判决下来 要求发回耕材嘛 他讲发回耕材 发回耕材 发回耕材 昨天小董就讲了 我就说会发回耕材啊 会发回耕材 因为柯文哲有一个很大的败笔 是什么 柯文哲 五宝请回 他一走出来的时候 看到小草 他太高兴了 他说什么八百四啊 我也是今年三四月才知道 我根本就不知道 滑蓝啊 全台湾社会滑蓝 你今年三四月才知道了 不可能啊 所以很多人混混跳出来 林卓银跳出来 都委会委员曾光中跳出来 彭震生关在里面说哪是这样 对不对 然后邵秀佩说 就市长交办 哇 每一个都是这样 每个人跳出来都对柯文哲很不理 所以你早就知道 何况台北市一言 减书赔哪了 公展你自己盖的六个章 这章都是你盖的 不是别人哦 因为我们市长有时候会 请副市长 副市长可以结刑嘛 怕市长公文太多 所以他有三个副市长 他们三个人各拿了一个柯文哲的章 三个副市长各拿了一个章 可是要表明这是结刑的章 所以叫做夹乙丙嘛 夹章 乙章 丙章 各位我在节目上讲过就知道 那这柯文哲你盖这六个章 都是你自己的章 你不能推赖给别人 柯文哲他现在就 他现在故作轻松 其实内心其实是很忧愁 因为他怕某些东西被发现了 那现在所有众口一直 你事先知道怎么法官 朱家义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呢 对不对 他还跟法官 他跟朱家义怎么讲你知道 法官你如果压力很大 你可以把我缩压 各位好会表演哦 然后出来说 哇 法官顶住很大的压力什么什么 所以我五宝就请回了 好好笑哦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下午两点 鸡押亭开始开 那如果 照这个的话 结果应该今天会出来 董哥我们把剩下的 斗内念完 刚刚我们念到张OK 是张OK 非常感谢 他给我们支持 鼓励 前凌秤 谢谢 董哥辛苦了 保重 谢谢 还有刘定寅 谢谢你 谢谢定寅 定寅来了 还有刘定寅 还有张梅华 谢谢 非常感谢 然后杨成光 谢谢陈光 是 还有 齐兰 婆沙楼 是 谢谢 这个大概是印度的 谢谢 董哥要喝水 谢谢 然后奎隆 感谢董哥 柯文哲的事情 国民党真的没办法帮忙 民众党在立法院 这个其实 合就合啦 不能合就不要合 我讲的就在立法院的法案 跟合作啦 简单讲就这样 谢谢朱金刚 感谢金刚 谢谢 还有黄阿娃 阿娃給我张漂亮的图 威力 謝謝 他说董哥要加油 新闻界的少数精油 谢谢 然后再来是 Aimless Aimless 没有姓名 谢谢 OK 齐兰婆沙楼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 金秘利 董哥要喝水 精华灯必然只是开端 没有错 后面还有很多好戏 马拉格基 那个 艾兰来的好友是 賴皮不用台独 谢谢 还有Vivi 感谢 潔兰婆沙楼又来了 谢谢 再三给我朵内 然后GinoGino 谢谢 还有杰杨 谢谢杰杨 还有陈邦寡人 谢谢 林中达 谢谢中达 陈邦寡人 新加坡好友 谢谢 谢谢 还不得 谢谢 cher 银功糠 还没关系 你因为这些小店 写啊 太备了 感谢观看